朋友们,你们追剧的时候首先看的是什么呢?是主演?是剧情?还是影片类型?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是因为演员的魅力才会去看剧的吧?反正小瓜是这样了,因为他们的实力过硬,颜值让人放心,所以只要有他们的剧集更新,小瓜就会一级不落地追。今天,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有真魅力的男星,快来看看他们究竟有何魅力能够吸引无数观众吧。 肖战,这位被誉为全方位无短板男星的艺人自出道八年以来,无论是在影视,话剧还是音乐领域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与成就。在网剧领域,他凭借《陈情令》这部大男主抱剧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,成为炙手可热的演员。 而在电视剧方面,他更是三年有四部作品成功上星,特别是在《陈情令》之后,其作品的上星率达到了百分之百,这让人不得不佩服肖战的实力。 在电影领域,肖战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,他主演的电影《朱仙》,票房高达四亿,而即将在2024年上映的徐克导演作品《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》,更是让人期待。 相信肖战一定会在电影中有不凡的表现。在话剧领域,肖战同样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。 他主演的电堂级话剧《如梦之梦》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72场演出,并获得了票房年贯的荣誉。 这一成绩不仅证明了他在话剧领域的实力,也赢得了行业内外的高度认可。 在音乐领域,肖战更是凭借单曲《光点》,创下了惊人的销售记录。 该单曲销量高达1.63亿,成为24小时内销售最快的数字专辑,并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 这一成绩不仅证明了肖战在音乐方面的才华,也展现了他强大的粉丝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力。 此外,肖战在流量、代言、高奢、时尚资源等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 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娱乐圈的界线,成为了一个全风位的明星。 无论是作为演员,歌手还是偶像,肖战都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成毅,因为其对待演戏的敬业程度,不少观众因此紧随他的脚步,从影视官宣开机时就开始期待他的表现。 当我们首次在《清云志》中目睹成毅无替身出演时,他的演技和表现便令人惊叹不已。 他展现出的电影级别的专业精神,使得角色的诠释近乎完美。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,他的武打戏记忆丝毫不逊于专业武打演员。 进入《怒海前沙》的拍摄,成毅更是全力以赴。 他提前三个月开始武打精修,只为在剧中呈现出最精彩的打戏。 这种对武打戏的执着和较真,使得他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。 每一场打戏都令人难忘。 同样,在《琉璃》中,他的精彩表现也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。 2023年,成毅在《莲花楼》中的打戏表演再次广受好评。 他的敬业精神和努力付出使他在众多男演员中脱颖而出,成为观众心中的热门人物。 他的骑马场景不仅展现了他的英姿飒爽,更增添了几分高贵典雅的气质。 而在《英雄志》中,成毅与郑叶诚的合作更是让人翘首以盼。 传闻中,成毅在片场甚至能单手骑马,单手撑伞,可见他的骑数已达到极高水平。 这一切都彰显了他作为演员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全情投入,使得观众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观影体验。 成毅真正做到了让演员更好的服务于角色本身。 谈剑刺,他的多才多艺和无限魅力在春晚的舞台上得到了完美展现。 当他与黄妈合唱《向云端》时,那轻松自如的rap和舞台上的松弛感让人为之倾倒。 尤其在最后的《难忘经销》中,他一小段的rap solo,更是将舞台气氛推向了高潮。 然而谈剑刺的魅力远不止于此,几年前,他在《并编不是海棠红》中饰演的角色因身材原因受到观众的非议。 剧集结束后他立即减重30斤,并凭借《劣罪图鉴》中的沈一一角再次征服观众,这样的行动力小瓜真的佩服。 随后,他又在《长相思》中塑造了出圈的香柳角色,在舞台上唱跳时全开卖低音炮的嗓音更是迷倒了万千少女。 谈剑刺的魅力确实不是空口无凭的,他在运动方面也有的全能表现。 卡钉车,射击,射箭,骑马,游泳,足球他的人生似乎一刻也不曾浪费,每一项技能都达到了出类拔萃的水平。 不禁让人猜想,除了睡觉他或许真的都在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。 王一博,这位魅力肆意的艺人,无疑是小说中大男主的现实版。 年仅13岁,他便在中国街舞比赛中脱颖而出,成为16强之一,并成功签约乐华娱乐。 作为汉林一高的学生,他更是以全A的优异成绩毕业,成为该校中国籍学生中的佼佼者。 17岁时,王一博以优尼克组合成员的身份正式出道,踏上了他的演艺之路。 而在短短几年内,他不仅成为了公司的股东,更在多个领域大放异彩。 作为舞者,他担任了舞蹈协会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,并担任选秀节目的导师。 在演艺领域,王一博同样表现出色。 2019年,他主演的电视剧《陈情令》《大火》,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 而在2023年上半年,他主演的电影《总票房》更是高达28亿,并有多部作品入选经济奖,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。 他的演技得到了业内外的高度认可。 除了演艺事业,王一博在音乐领域也有着不俗的成就,他创作并演唱了多首快制人口的歌曲。 其中一首更是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4000万销量纪录。 他热爱赛车,凭借对赛车的热爱和出色的驾驶技术,他成为了一名职业赛车手, 并在2019年夺得了摩托车亚洲竞标赛新人组冠军和混合组亚军。 在珠海,他还被拍到考取赛车证的瞬间。 此外,他还喜欢滑板和滑雪,并分别成为了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和中国冰雪运动推广大使,积极推广这些运动。 如此多才多艺,魅力肆意的王一博,谁会不爱呢? 吴磊,他在95后男星中拥有极强的收视号召力。 身为童星的他,从小就有着非常人所拥有的天赋和感悟力。 三岁就入行的吴磊虽然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十几年,但却从来没有签公司,一直都是妈妈陪伴在他身边,承担起经纪人的职责。 后来姐姐也加入进来做了助理,因此有网友就调侃她是家庭作坊。 但就是这样的家庭作坊创作出了一部部经典作品,从《狼牙榜》中的《小飞流》到《星汉灿烂》中的林布宜,吴磊一不一个脚印用演技和作品证明家庭作坊照样可以出人头地。 他早前通过古装剧《长歌行》展示了自己担任大男主的实力,而前年《星汉灿烂》的优秀成绩再次证明了他能够抗剧。 这两部都是S家级古装剧,且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收视成绩。 去年的《爱情而已》,今年的《在暴雪时分》都有不俗的表现成绩。 吴磊目前被公认为《九五后小生》中的顶尖人物,他的知名度高,观众对他的演技有信任感,不仅能吸引粉丝,还能吸引大量路人追剧。 于是就有网友说,在万千双眼睛下长大的孩子果然不一样,时刻把静夜刻在骨子里。 王鹤蒂曾因《玉龙》的表现被许多人视为烂演技代表,然而一部《苍蓝绝》让他实现了华丽逆袭。 《苍蓝绝》开播时并不被看好,但凭借两位主演的用心演绎,优秀的剧本和精良的制作,成功脱颖而出。 此后,王鹤蒂先前拍摄的《浮屠猿》和《今日一加油》也因他的出演而获得了高热度。 虽然王鹤蒂的作品数量不多,但他的收视成绩相当不错。 《苍蓝绝》是2022年公认的爆款剧之一,豆瓣评分8.1分,堪称质感好剧。 尽管他主演的第一部作品《流星花园》评价不佳,但该剧在当年拿下了湖南卫视周波年度冠军,收视表现出色。 目前,王鹤蒂的作品虽然不多,但他的人气已经高到另一个level,长相优越的弟弟。 目前的时尚资源异常优越,经常受邀出席很多大牌时尚晚会和杂志盛典,同时还斩获各个时尚杂志的封面,还是某大牌的品牌形象代言人,因此许多人也对他未来的表现充满期待。 这几个全能艺人中,谁才是大众心中的全能Top1呢?快来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!